第六集 元凶现行 从青岛公安局传来消息 一喊水不知去向 是他有所察觉逃之夭夭了 还是确实外出去下谈业务了 苗镇决定先不打草惊蛇 小李娜 你马上到单陆化妆品公司所属的税务局 请他们协查 以查税的名义 查一查单陆化妆品公司 今年有没有向青岛皇冠装潢公司划账的记录 好的 小军 你协助小乔调查 好的 这个宋丹禄如果真是顾雄杀人 我估计这笔钱不会少于十万 十万元不会是现金支付 很有可能用划账的方式 把这笔钱花到了一喊水公司的账上 明白了 谈长 小乔走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时刻密切注意宋丹禄的动向 朱平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谈长 队里都已经派员 对丹禄化妆品公司和宋丹禄进行布控 你去的话力量就更强了 我们随时联系 好 喂 我是苗震 好 803 我是青岛市公安局的 你好 你好 一喊水有消息了 好 是吗 一喊水昨天晚上回公司了 但是今天下午他买了一张青岛到济南的火车票 他走了 好 感谢你们大力协助 这样 请你们把一喊水的照片传真过来 好好好 没问题 就是这个传真号码 好 我马上发 谢谢 请进 刘总 是你 还没小班呢 我看见你办公室还亮着灯呢 就进来看看 来 坐 刘总 一喊水有消息了 他明天到济南 我分析有两个可能 一是逃跑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二是从济南或坐火车或乘飞机到上海 这是刚传真来的一喊水的照片 嗯 刘总 我打算立即布置两拨人 一拨到机场 一拨到火车站 把他拘捕 嗯 好 哎 警员的力量够不够啊 哎 不够啊 刘总还差一拨警员呢 你明天啊 带一拨警员到机场 我再调拨一拨警员到火车站 哎 多印几分他的照片 啊 是 喂 看着 哦 小乔 嗯 有什么发现 送大陆从今年的三月到九月 共分四次 把十二万元人民币 从大陆公司的账面上 画到了青岛皇冠装潢公司的账上 嗯 在这这几年两家公司从来没有眼光来 果然不准所料 做的再隐蔽也会露着马脚 继续说 我还有一个新发现 什么发现 单陆公司最近有大笔现款被提出 哦 有多少 一百多万 等一下 一百多万刘总 这意味着什么 嗯 不外乎两种可能 一个是公司面临破产 需要提出大笔资金准备转移 这二啊 是预感到某种危险 准备挟资外逃啊 对 喂 小小 你和丁小军这几天要加强对宋单陆的监控 有情况随时联系 是 刘总 我们就按计划行动了 祝你们打个票来的 女士女先生们 从济南飞往上海的162次航班已经降落了 在机场监控的苗镇 突然发现有一辆眼熟的轿车停在国内到达门口 车门推开 宋单陆下了车 显然宋单陆是接机来了 苗镇集中升至赶紧和几个警员走进机场 向机场保卫处谈了情况 保卫处答应全力配合 对不起 是易涵水先生吗 是 我是计程保卫处的 有什么事吗 我们要例行检查一下你的行李 我就一只灵包 里面除了洗漱用具以外 什么也没有 对不起 只是例行检查 请跟我来一下好吗 请进 你们是 易涵水 你被捕了 这是逮捕证 干什么 干什么 靠着 带走 走 走 喂 安长 宋单平今天一走就贴了个包 去了中国银行 中午又要去加拿大领事馆 你马上去加拿大领事馆查一查 防止他出逃国外 喂 请速到单陆花招品公司附近的中国银行 查询送单陆去银行是提款还是汇兑 是 探长 丁小军奉命汇兑 好 好好好 小子准备啃硬骨头吧 头儿 易涵水就真那么不好对付 是啊 他现在是困兽油斗 我估计有一番较量 毕竟他是主谋之一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够好猎手 何况咱们两个猎手 不要掉以轻心 走 到审讯室 坐下 叫什么名字 你们早就知道我的姓名 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是法律程序 再问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 金科刺青里面有句词叫易水寒 我叫易寒水 难道你已经有了壮士一叙 不复还的预感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还不明白吗 不必玩文字游戏了 你该知道你今天坐在这意味着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明白 不明白 有件事你一定明白 你拿人钱财替人销 在雇佣杀人里是主谋之一 笑话 说我雇佣杀人 你们有什么证据 没证据我们怎么抓你 说说 你和宋丹禄的关系 我抗议 你们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权 易寒水 安静点 这是审讯室 至少你承认了这一点 是吧 你认识宋丹禄 不仅认识 关系还非常的密切 那又怎么样 能说明什么 说明很多问题 难道还要我们一一列举吗 你们要我说什么 把你所做的一切都老实教点 我和宋丹禄 是恋人关系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激情燃烧的结果 是的 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干的 他指使你干了什么 他让我杀了陈旭 知道原因吗 陈旭要跳槽 跳槽很平常 为什么要置陈旭于死地呢 公司的另一个销售主管已经跳槽了 带走了华南地区的客户 使公司利润减少了百分之三十 如果陈旭再跳槽的话 那么势必把他这一片的客户 全部带走 这样公司就惨了 尤其是宋丹禄忍受不了的事 陈旭跳槽要去的公司 以前一直是丹禄化妆品公司的 强劲对手 广东圣保罗化妆品公司 是的 陈旭为什么要跳槽啊 据宋丹禄说 陈旭串通孔少文 自认为是公司的有功之臣 提出要取得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宋丹禄当然不答应 可是宋丹禄说 可以考虑给他们加薪 他们不干 这就发生了孔少文的不辞而别 所以宋丹禄就对陈旭下毒手 他说他受不了的是侮辱 他绝对不能允许别人凌驾于他的意志之上 他让我找人做掉他 我有点害怕 借口杀手药价高 拖了几个月 后来 他就把十二万划到我公司的账上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干了 我找了张连贵 他又去找了别人 以后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是谁帮你去约到东方宾馆的 是我 我以圣保罗化妆品公司经理的名义 约他到东方宾馆商谈 并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齐德安出现在东方宾馆大唐登记的时候 你就坐在大唐沙发上喝咖啡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 杨美娟的死 是谁策划的 宋丹禄 他告诉杨美娟他母亲病重 杨美娟就急着要走 宋丹禄和我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我送张连贵那儿 结果笔记本 就把杨美娟交给他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我可以有个要求吗 说 我实在是太饿了 丁小军 把他带下去 是 吩咐看守给他做顿饭 是 谢谢 谢谢 杨大 我是朱北平 我到加拿大领事官查过了 宋丹禄 你到加拿大参加国际化装品交流的名义 拿到了去加拿大国态化的宣证 从现在开始 24小时对宋丹禄进行布控 是 喂 我是苗阵 哈长 小林大怎么样情况 我去银行查过了 送到路把一百万人民币再换成了美金 好 小乔 从现在开始 你到诸葛平的布控小组 等待收网命令 是 你好 我是苗阵 我刘刚 刘总 你现在马上带上一海岁的审讯屏幕 到我办公室来的 总队正在研究109专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快 是 种种迹象表明 宋丹禄要挟资外逃了 刘刚决定 当晚九点收网 苗阵立即向布控小组 传达了抓捕宋丹禄的指令 各路刑警严阵以待 零一零一 我是零八 对象走进连号超市 零一知道 继续监控 零一零一 我是零五 对象驾车 从回家的路上走去吧 零一知道 继续监控 是 刘党 对象家门口来来辆救护车 严密监视 随时报告 是 刘党 送单路被抬下来 医生说是患突发性心脏命 跟踪救护车 是 零八零八 我是零一 对象家门口有什么动静 零一零 对象家门口音息正常 只有老人孩子 从楼道里进去读书 老人 老人什么样 一个老太太 就是怪账 往马路对面的菜场去了 赶快跟我去看看 是 头儿 我是朱克平 发生意外情况 什么意外情况 那患者不是送单路 是他家的重点工 我们被骗 零一零一 我是零八 那老太太转身不进了 朱克平 送单路化妆成老太太跑了 赶快带上悟空的刑警 吩咐普通机长 我和小军马上赶到 是 零一零 到普通机长有多少时间 一般我和我一个人 比你的车机 保守点四十五分钟 我都在快点 除非探长允许我超速行事 好 今天情况特殊 允许你张框一下 好 真是难得机会 探长竟然同意我飙车 好 记上安全带 我要加速了 四十分四秒 世界级的赛车手 也不过如此了吧 的确身手不烦 什么时候你参加赛车 我做你的拉拉队长 现在我们赶快到检票处 查一查宋单路 是我做今天去加拿大 渥太花的班机 是 这个宋单路 这么狡猾 诡计多端 我看 当间谍道士快考材料 可惜的一个 本来是大有作为的女强人 却走向连她自己 都预料不到的反面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803 有公武 请配合一下 什么事 我们想查询一下 今天去加拿大渥太华的旅客当中 有没有一个叫宋单路 好的 我查一下 有吗 有的 谢谢 这家班机 什么时候登机 马上就要登机了 请马上打开监控摄像机 可以 来 探长 你看 诸葛平 乔琳娜 他们都赶到了 小军 你去告诉他们 安排两个刑警在机场门口 两个在后机厅 好 其余的全部都登机出来 是 女士们 先生们 飞往加拿大渥太华的038次航班 在三号口登机 奇怪啊 从机场门口的后机厅 没有宋单路的影子呀 你要知道 他会悄妆改办 他不就是化妆成老太太 在我们刑警的眼皮底下 跑掉了吗 可是我们查遍机场 也没有那个老太龙中的老太太影子呀 难道他又来个金瞻脱鞘 探长 怎么办啊 如果他故弄玄虚 另则逃路 似乎不太可能 因为在国内多待一天 他的危险就增加十分 到正常的逻辑 他越早离开越好 是 我想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铤而走险 跟我来 上飞机 是 乘客们 现在我们要清点一下人数 请各位乘客 按自己的座位 对号入座 这位女士 请跟我们走一趟 What 宋丹露 别以为你化妆成外国人 我们就认不出你 跟我们走 看上 走 出乎刑侦小组全体人员的意料 第一次审讯 宋丹露就全部承认了 由他一手策划的 雇佣杀人案 而且他并不为自己 最终落到这个地步而后悔 我最有赢得 对这一天 我早有思想准备 可是 让我顺从别人的意志 被下属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绝对不能忍受 是的 我个性很强 从小就争强好胜 我从意境中分发 创造了自己的公司 这是我的骄傲 如果公司完了 我也就完了 陈雪和孔少文 想让公司陷于瘫痪 我绝绕不了他们 你难道真的没有一点遗憾吗 要说遗憾 只是对遗憾水而言 我不该把他拖进这个漩涡 我害了他 我害他 探长 又一个大案子破获了 该轻松轻松了吧 对啊 探长 放两天假吧 是啊 好 休整两天 太好了 听我说 队里这次呢 有两个去浙江墨干山 疗养的名额 是吧 照顾女同志啊 给我一个 谁说的 刘总说了 另一个名额呢 给我给我 给苗探长 小探长 你意识如何 好啊 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我当然去了 小厨哥 这馅饼怎么不砸我们头上 就是吧 我知道我们的探长 一向是助人为乐的探长 对不对 探长 发扬一下风格怎么样 让我发扬风格 这是不可能的 az蒜 converting 那 以ところ 辆 明 Honor 辆辆 辆辆 Isab 感谢观看